好,很特別的商機,我們看到澎湖有養殖業者引進法國生蠔 嘗試在澎湖海域養殖 意外發現生蠔澎湖海域適合生長 尤其在澳洲需要花費三年養殖 在澎湖一年就可以採收 生蠔的產量穩定,肉質也非常肥美飽滿 渴望為澎湖帶來龐大的新藍海商機 撬開一顆又一顆生蠔,仔細的清理乾淨 滿滿一盤讓人看得口水直流 肥美又回甘的生蠔是許多老饕的最愛 擠上新鮮檸檬大口吞下 肉質飽滿又多汁真的超滿足 站在澎湖海域上的養殖場 享受富含海洋風味的珍寶,真是一大享受 澎湖牡蠣受到夏季海溫過高影響收成大幅銳減 生蠔趁勢崛起,不但產量穩定 甚至供不應求 業界十分看好成為下一個明星養殖物種 目前我們養的這個是法國的生蠔 大隻生蠔 我去年進了大概有五萬顆的種 業者引進生蠔幼苗 嘗試在澎湖海域養殖 海水鹽度比台灣高 加上水域乾淨、水質清澈 澎湖成為生蠔成長的天堂 養殖的肉質也更加甜美Q彈 在澳洲一顆生蠔要養三年 澎湖一年就可以採收 成為澎湖水產的新藍海商機 法國生蠔廣受各國喜愛 被稱為海中美味皇后 在台灣市場也相當搶手 如果本土能夠自產自足 未來的商機發展不可限量 記者林靜彤、劉婷於澎湖採訪報導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